歡迎來到我的健康筆記 今天要跟大家談的題目比較輕鬆 是所謂的甲狀腺癌 為什麼聽到甲狀腺癌 然後又說比較輕鬆呢 因為每次呢 我們都說萬一萬一萬一 真的非常非常不幸 這一輩子注定要給你得癌症的話 你要嘛就選甲狀腺癌 要嘛就選乳癌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五年存活率都到百分之九十幾以上 也就是說你萬一不幸得了這個癌症的話呢 你不會看不到你的小孩長大 你不會看不到他們參加歷業 只要你接受好好的正規一個治療 甲狀腺結解呢 是一個在我們一般民眾還蠻常見的疾病 約4%到5%的人 有這個甲狀腺結解的問題 那其中呢 比例上來講呢 有部分的文獻有寫說 在這4%到5%裡面呢 其中呢 只有5%是跟甲狀腺癌有相關 甲狀腺癌大概分幾種 一種是甲狀腺濾泡癌跟乳塗癌 還有另外一種是 Hersal Cell Tumor Hersal Cell Tumor其實它就是那種 濾泡癌的跟乳塗癌的某種變形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水肢癌跟這種分化不良型的癌症 那認真講 所有的甲狀腺癌裡面最不好的就只有一個所謂分化不良型的癌症 另外一個呢 所有的癌症呢都是在越年輕得其實越不好代表什麼 代表你的基因缺陷越嚴重 比如說我很年輕就得乳癌 我很年輕就得所謂的胃癌肝癌 代表我後面的日子真的要活的時間很長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但是反過來唯一只有甲狀腺癌 其實你越年輕得越好 有關心健康知識的民眾都知道 甲狀腺癌症所有的癌症的一個分期呢 絕大部分都分一二三四期 各種癌症很喜歡這樣分 唯有呢 甲狀腺癌小於45歲 它只有分兩期 沒有遠處轉移就是第一期 有遠處轉移就是第二期 而且45歲以前得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它癒後太好 只有在45歲以後得 才有分一二三四期 但是即便你到年紀很大了才得 我曾經開過最高齡的甲狀腺癌的病患 是90歲 可是開完之後 它還是可以去田裡面去種菜 那如何去遠離甲狀腺癌呢 反過來講 能夠做的就是 第一個不要去接受不明的放射線 像之前的一些核能發電廠的一些 發生的一個事故 其實經過多年後的追蹤 最常發生的癌症就是所謂的甲狀腺癌 它也就是說一般的民眾如果沒有事情的時候呢 就是要遠離這種放射線的一個源頭 不要離得他們太近 也告訴大家就是說 像我們常常在做的所謂的S光片 電腦斷層 即便都是一個很低的一個劑量 但是有的人呢 如果已經把逛醫院變成一種常態 而且非常非常常叫醫院醫生呢 去幫他做一些電腦斷層 這一類的動作的時候 那你就反而要小心甲狀腺癌 跟白血病這種因放射線 而造成細胞便利的一個癌症 以前在營養比較不那麼好的一個時代 更早期的農業社會 有的人缺點缺得很厲害缺得很久 你也容易增加甲狀腺癌罹患的機會 反過來講 你吃太多的點 也會增加這個甲狀腺癌發生的機會 所以點的攝取必須要維持一個適量的均衡 最後一個 則是有所謂的 有部分的研究顯示一個嚴正反應 比如說喬本式甲狀腺癌 Hashimoto disease 或者是說也有少數的文獻有這樣提 但是證據率不足 就是說長期有一個甲狀腺的抗進 沒有做好好治療 讓甲狀腺一直處於一個 自體免疫的反應的時候 有人是在用不同的統計方式 覺得有略高於這個甲狀腺癌的一個風險值 這就回歸到我們常常在講的 癌症的因素的形成是多因素的形成 那你讓身體一直處於一個發炎反應 任何一個地方 舉例來說我一個皮膚 我一直讓它反覆這個地方 一直受傷一直受傷 日積月累十年二十年之後 你這一塊皮膚是容易長皮膚癌的 一樣的道理 如果甲狀腺有一個抗進 或者是一個甲狀腺癌的一個狀況 你常常自知不理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有甲狀腺 抗進而發炎的一個狀況 你卻沒有好好的去調整你的生活作息 讓它處於一再的一個發炎的一個情形的時候 你也容易造成一個甲狀腺癌的一個發生 所以如何讓我們保持跟甲狀腺癌有一定的距離 而不要太靠近呢 第一個點的攝取 營養的攝取要適當 不要亂熬夜 萬一真的很不幸有發生 壓力大而發生甲狀腺抗進的問題 或自體免疫的問題的時候 要尋求一個正規的一個治療 我們常常喜歡在這一系列筆記 告訴大家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什麼樣的狀況該就醫 甲狀腺癌 其實你就只要發現就是說 我脖子有自己沒辦法了解的硬壞的時候 你就適度的就醫去釐清你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如果有莫名其妙的聲音沙啞 這件事情也請你要去找 耳鼻喉科相關醫師 或者是內分泌科醫師 或者是我們這種外科系的醫師去看一下 因為甲狀腺癌它可以往外面長 對不對 它外面長的時候你就會摸到無痛的硬塊 它往內部長的時候 你就可能發現聲音沙啞 最後一個是吞咽怪怪的 也就是這三大症狀 請你要考慮甲狀腺癌的問題 甲狀腺的治療呢 其實最好的治療就是手術 那另外一個就是 點E3E去殺它 目前放射線治療來講 因為某部分的甲狀腺癌就是 就是放射線造成的 所以反過來講 你的放射線治療 目前對甲狀腺癌症的治療 目前在證據力上沒有那麼的有效 最有效還是手術的去把它開乾淨 那有遠處轉移的時候 用點E3E去殺 只要找有經驗的醫療團隊 把這個手術執行完了 你也可以今天住院 明天開刀 後天就回家 現在的時代已經進步到這種地步了 所以不要匯集記憶 然後另外一個甲狀腺 它手術 跟大家講 它就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有可能會發生短暫的聲音沙啞 20% 萬一你是那20%發生的人的話 跟你的醫生討論清楚 你的癌症是不是有侵犯到神經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你那個是可以恢復的 再來就是短暫的鈣離脂不平衡 一般正常人有3到7個副甲狀腺 那平均來講都是4個 那有人不小心在手術過程刺激到它的時候 會造成體內鈣離脂的不平衡 這個在手術後就可以及早獲得矯正這樣子 我自己之前的案例呢 就是明明摸到脖子有硬塊 已經摸到了兩年了 但是呢 他一直不敢來就醫 因為他直到聲音沙啞 發音越來越奇怪 他才願意來看醫生 最後雖然他癌症可以開乾淨 可是因為他的癌症已經包住那個神經了 除非我把他留一小塊癌症在那邊不開掉 不然的話他那條神經就是死必要切斷 所以 的確這個病人最後是治療好了 可是他也要付出一輩子聲音沙啞的一個代價 今天如果你更早來就醫 是不是就不用再付出這個聲音沙啞的代價 搞不好未來又還能夠成為一個個性也不一定 以上是我簡單的一個今天的分享 謝謝 健康多一點有YouTube囉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可以得到最新的資訊喔